在各界都在忙着抗议的当下苏贞昌却大动作的进行人事布局 举起了所谓的反仇庸大旗 那邱教授苏贞昌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来进行权力布局呢 按道理来说 苏贞昌这一次的动作确实不应该出现 也不符台湾台面上政治的一些游戏规则 或者是形式的规律 那为什么呢 权力考量 就权力考量来说 一定是苏贞昌感受到来自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 有基于他的位置 想要抢他的位置 而且给他的整个人事布局的自由度 给了很大的压力 例如说即使给你这个位置 行政院长继续给你苏贞昌做 但是他内阁里面要什么部位 什么部位什么部位他们要 连单子都开出来了 这个时候苏贞昌不得不反击 他反击的结果就是告诉你说 大不了大家 于是网破嘛 要不来谈嘛 因为他若没大动作的话 那背后的那个压力的来源 不会妥协了 所以通常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反击 反击之后 大家来坐下来谈 最后各取所需 这个叫被动的 那第二个叫主动的 什么叫主动的 大家都知道 520新的人事布局 会牵扯到2022年 县市长的选举 以及2024年 民进党的权力接班 那个时候不是蔡英文 那时候有人要接棒 大家都在看2024那个位置 2024的那个位置 那就必须前哨战 2022的县市长得拿下来 县市长 例如说以桃园的郑文燦来说 郑文燦当然被认为说 是新潮流的哨主 他是未来是有希望接班的 但是他2022他就势必要能够 保住他桃园市长的位置 然后紧接着郑文燦 就会开始布局2024吧 这样的一个步骤 他当然要先把装脚布好 所以你看这一次哦 这一次苏贞商所动的 这些公营公司 公股公司的人士 跟郑文燦都有关系 都是郑文燦旗下的大将 也是新潮流里面的要脚 所以里面这一种主动的 权力的争夺的味道 非常的强烈 所以引起了新潮流会紧张 所以为什么段仪康 段仪康是新潮流的总招位 他这时候散出来讲话了 那你看看段仪康一动 马上就会引起很多的新潮流 可能会阴波风而起啊 所以这一场的权力斗争 其实已经叫山雨欲来丰满楼